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來日文跟大家提天氣 來勢洶洶的熱帶氣旋天吐 在登陸之後迅速減弱 但登陸時仍屬於強颱風級別 這幅衛星雲圖見到它的結構很緊密 而風雅亦清晰可見 但今日中午已經減弱為熱帶低氣壓 風雅已經不見了 而它的雲帶要變得很鬆散 但天吐仍然帶來狂風大雨 由昨日中午到今日中午 大部份地區累積雨量超過100毫米 大風大雨天氣涼了些 今日在天文台錄得氣溫介乎24.8至30.9度 6點鐘氣溫有29.3度 相對濕度83% 天文台錄得56.9毫米雨量 交給天先生 隨著天道在內陸逐漸消散 未來一兩日天色將會較為明朗 明天將會短暫時間見到陽光 但仍然有幾陣驟雨 能見度較低 最高是31度 而隨後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 各部地區仍然有驟雨 星期三最高氣溫有32度 如下明天空氣污染水平在輕微偏高 最高指外線指數有8強到屬於甚高 澳門廣州驟雨 廈門多雲 台北驟雨 上海多雲 北京天城 首爾有雨 東京多雲 曼谷雷布 吉隆坡新加坡明朗 雅加達有雨 胡志明市有雨 馬尼拉都是下雨 墨爾本色尼明朗布里斯坡天城 奧克蘭大風 紐約多倫多都是天城 溫哥華驟雨 三藩市洛杉基天城 巴黎天城 蘇黎世 法蘭克福 阿姆斯利丹和倫敦多雲 天氣講到這裏 Bye Bye